问题问的是我在黑暗中生长 黑暗中生长的植物幼苗会有什么特征 黑暗中就是结尖拉得很长 然后叶子非常小 叶子没有绿色 都是淡黄色或是卤黄色卤白色 为什么因为它要闪躲这个阴影 它要躲到咬阳光的地方去 所以你会看到它结尖生长 对缺乏一绿素 所以它是全身卤黄卤白色 对不对 然后叶子也不发育 好所以答案不可能枝叶繁茂 枝叶繁茂就是光影发的 好所以我先打叉叉就是错 打勾勾对 那你们问到B选项 那光明素呢 光明素是光的兽器 而光的兽器它是负责感光的 换句话说 你在种植的时候就有光明素了 再一次 我怎么 这个植物怎么知道现在是黑暗 因为它知道现在没有光 它怎么知道没有光 它的光兽器没有侦测到光啊 而这个光兽器在种植时代就存在的 像有些种植叫虚光种植 有些种植叫厌光种植 你怎么知道现在光对不对 我可以感光啊 那个感光的分子叫光明素 我一出生就有 所以它不是说我缺乏光明素 怎么可能缺乏光明素 我在种植时代就有光明素了 好以上 所以答案B是错的 光明素永远都有 请说 光明素可以使植物怎样 可以 等一下 这句话有所谓的显示 这个动词用的怪怪的 我因为光明素感光 引发你的光形态发生 经过一些讯息传递 让你开始长出叶绿体叶绿素 你的叶子变绿色 是由光明素侦测光之后慢慢引发的 但不是光明素本身让你变绿 因为你刚刚那句话有两个含义 是因为我有光明素 所以我绿 还是因为我有光明素感光 促进我的植物叶绿素 开始产生 最后我变绿色 这是两码子 首是后者 光明素感光光 让叶子变绿 但是不是光明素本身让叶子变绿 请说 对 因为叶绿素是个蛮大的分子 也就是说你要做这么多的大分子 花能量 没有光我干嘛要叶绿素 所以豆芽在照光之前 为什么叶子是黄黄的 我不需要 你不需要 你根本没有光 你做出叶绿素 就是浪费 有 可是叶绿体面没有叶绿素 就是很为原始的状态 叶绿体 不会无中生有 请注意 它是半支组包器 它是寄生 跟你共生在一起的细菌 如果你一开始没有这个细菌 现在你需要了它会无中生有跑出来吗 不会的 所以它只能这样讲 它直伏在你的细胞内 而没有叶绿体的功能 那个时候我们不会叫它叶绿体 因为它不绿 那时候会叫它别的名字 叶绿体 叶绿体是什么 因为它不绿 所以把绿拿掉这样吧 那以后有没有提到 它叫子体 子体 跟那个细菌 那个子体 名字很像 会搞混 好以上是多选第五题 所以答案为什么是A、C、猪的原因